欢迎回来继续来看立体舞 学校开设的自然和气味数学两门选修课 每个同学至少要选一门 二三班共有48人 有30人选了自然课 有13人两门都选了 那么选气味数学课的同学到底有多少人 好题目呀乐老师已经读完了 屏幕前面聪明的你愿不愿意先暂停视频 自己完成大饼图呢 快快试试看吧 怎么样做完了没有 哇特别的好 咱们今天呢很多题目的确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啊我们的宝贝要尽可能的多去想一些方法来解决 好不好 这样的话才能够锻炼我们的思维 来审题要点重叠问题 思路分析赶紧去画一画大饼图对吧 哎我考一考你 刚刚乐老师已经告诉你了 他的大名叫什么来着 伟恩图对吧 所以啊我们出去要管他叫做伟恩图 你说大饼图别人会笑着大牙的对不对 记住了大饼图可是你我之间的秘密 13写清楚来那么选趣味数学课的同学有多少人 想求这个圈内人数是多少 别着急呢我还知道一共的那一共的我们就这样来画吧 一共是有多少哎48人 好的下面开始第一种思路啊我们来写一节 哦要想求这一圈当中的我可以先怎么样 好吧13既在这里面又在这里面对不对 我一种思路可以先用总共的人数48加上个13 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呀13在这里面就会被算两次了 对吧然后怎么办对的再减掉这一部分30那剩的可就是我们要求的 好减个30没问题吧哎没错 那我们算一算等于多少吧 哦好吧特别的快31人对不对注意了 那么那个老师想直接把这一步求出来 我用直接到位的方法 那这13既在你这里面又在我这里面 而48这当中只含有了一个13 所以我要先把它加上听明白 来这是一种思路吧 好继续往下第二种思路 我还可以怎么办呀 哦好吧我可以先把这一部分求出来吧 对不对 这一部分指的是什么 来张嘴告诉我 指的是直选去个数学课的人数吧 对不对 好那我算算48怎么样 减掉这一个圈的30 对的那么得到的就是什么 好吧得到的就是我刚刚所画英勇的部分 来吧48减去30 然后怎么办 再加上这一部分加上13 48减30得18 18再加13应该是31人 对吧 非常好 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思路呀 有同学说老师有呀 我可以怎么办呢 真好 我可以先把这一部分求出来 对不对 好了画一个炸弹似的啊 来先把这一部分求出来 这一部分表示的是什么含义呀 表示的是只参加什么 对的只选择这个自然课的 对不对 只参加这自然课的人数 那好我们来算一算 那就是30减掉13 没错吧 好先算算看等于多少 嗯 这个地方应该是17人 对吗 然后怎么样 总共是48 我把这个地方一减掉 是不是就是这个圆圈当中的人数呢 是的 所以接下来呀 48减掉这个时期 好算一算得几 31人 怎么样 这个小题 我要不知不觉 三种方法出来了 对不对同学们 所以呀 希望我们的宝贝们 在做咱们的在线测试题 以及乐乐老师的拓展题目的时候 一道小题 看谁想的方法是最多的 好吗 然后呀 你再从中挑选出 你认为比较快的一个方法 在旁边做上个标记吧 我觉得本题 诶 乐乐老师 我更喜欢这第一种方法 屏幕前面的小朋友 那你呢 诶 有喜欢B的对吧 还有喜欢C的 都可以 没问题 接下来呀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真好 注意了 把你没有想到的那些方法 诶 迅速的记一记 记在你的 讲义上吧 快快 暂停 视频见 好 那接下来呀 我们来看看 嗯 电子版实际上 只给了我们两种方法 看看它是如何想的 我们刚才 有没有全都想到呢 有的 对不对 好 方法二 瞧一瞧 只选去个数学课的 嗯 然后怎么样啊 哎 再加上那个两个都选了的人数 就是最后所求的了 好 谁老师的眼睛 看一看 对大家的要求 那就是会看大饼图 一定要熟练的去掌握 魏恩图 好吗 对大家的眼睛